今天一整天來說其實北台灣都還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主要就是受到了在巴士海峽這邊還有一個第26號的熱帶性低氣壓造成 現在他持續是往西的方向來前進 甚至不排除可能會有這個輕度的颱風影響 不過目前視像局都還在持續的觀測當中 雖然說他目前沒有直撲台灣的可能性 但是這個外圍雲系的水氣是會逐漸的增多 再加上又有東北季風增強的影響之下 所以氣象達人特別提醒了 從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清晨會是雨勢最明顯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在明天的部分 迎風面的地方包含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水氣都會逐漸的增加了 而中南部特別留意是在山區的降雨也會持續的擴大 而到了明天晚上由於乾冷的空氣又會逐漸的難下 也就是東北季風要持續的增強影響之下 雖然可以看到禮拜一和禮拜二的這個降雨是會逐漸的趨緩 而且轉為是比較典型的秋冬天氣形態 不過溫度上面的變化就會比較大了 特別要提醒大家北台灣可能會下灘到了17度 至於中南部則是日夜溫差會比較大一些些 所以如果早出晚歸的朋友 一定要記得多加一件保外套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